咬上一碗热腾腾的汤 满载温暖的爱 一群职工在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车站前 提供免费罗颂汤 给成千上万逃离战火的难民 战况激烈时 每天要煮380公升 温暖大约8000人的胃与心 罗颂汤被乌克兰人视为国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还在7月将之列入兵为文化遗产名录 战争导致人民颠沛流离 所需食材也不好找 但主厨还是竭尽所能 志工不仅服务难民 也没忘记前线官兵将士 满满对这片土地的爱 从口到心 疲惫的身心也瞬间充电 带新闻领域方编译